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0年4月25日 這裏有我新西蘭的藝德台 還有社長Ray 文王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你好 還有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人 大家好 大家好,在節目開始之前 剛聽就給個like,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旁邊的鈴鐺 他有新節目通知你 繼續壯大中立無色力量和旋律理性的聲音 今節就想和大家說一些比較敏感一點的話題 之前我們講關於23條 就很不幸 很多人不太同意我們 很多人在我們頻道底下踩場 又說我們這樣不這樣,覺得不對 我們一直都支持23條 要說明,又要多說一次 因為其實我講到口臭了 整個人都支持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是尊重特區政府和中央的決定 因為我們的看法就是 特區政府一定會和中央談的這些事情 是 而我們國外人 我們可以支持 我們可以 就是去簽名又打什麼都可以的 就是你搞簽名運動 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經常都講的一件事 你不要亂推銷這件事 第一,你亂推銷 又說救命草又說盾牌 你的盾牌是救命草即成的 譬如是這樣的 其實是有沒有用呢 現在大家,其實我們講過很多次的 這件事 就算立了23條 不一定可以完全處理完 現在香港的問題 你不立了23條 政府也都要處理現在香港的問題 對 是不是 所以 根本上 實際上 大家要支持政府的施政 為什麼 因為政府是唯一一個有能力的 就是在香港 有資源有能力 有資源有能力的 組織的架構 去處理現在社會的問題 你支持其他人都沒有用 我之前人家罵政府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這個我們講了很多次 很多個月都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當然會不同意 又會找些東西來講 硬硬說到我們不支持 支持和不支持 其實條線很簡單 我們一早已經講到支持 不過有些人的做法 我們不支持 講得很清楚 或者時序我們不贊成 我就覺得時序應該是改一改 事有先後緩急的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討論之列 如果你真的要團結大部分人 你可以講我你知不支持 但是你不可以說 你不支持 立即 你就是鬼 或者你就是 怎麼說 打正義 打男真王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聽到都犯了 其實我聽到都犯了 我聽到都犯了 因為他們其實要形成一個聲勢 就是他們是唯一正義的 唯一正確的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 有他們是唯一正義和唯一正確呢 那大家想一下 就是唯一正義和唯一正確 這些根本沒有意思的 講這些話 以前國家就是有很多做宣傳部的人 經常講 就是唯一正確啊 唯一正義啊 那些是被人笑到面亡的 你說這些話 到今時今日你還講這一套 不是吧 是不是 其實特首是回應了 那特首怎麼回應呢 那就 先說一下 這位23同盟 出了一份聯署公開信 就被這個特首辦的 內容大致就是 要求政府在本屆 立法會期內完成23條立法 聯盟同時也批評 沒有23條令香港中門大開 國家安全機制一直無法建立 要令香港港獨思潮氾濫 意圖分裂國家的行為 佔槍決 和這個聯盟也提到 現時也容許外國的政治組織及團體 長驅直入 與本地政治組織的緊密聯繫 策劃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的宣傳及行動 正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聯盟也認為 23條立法是民意民情和情勢 情勢已經很明顯了 現時啟動立法時機是非常恰當的 行政特首果斷採取行動 勿判民情 很明顯的說 特首辦怎麼回覆呢 特首辦出一封回覆信 就說特區政府有限制責任為 基本法23條立法 以及維護國家安全 行政長官多次公開表示 政府會審時度勢謹慎行事 並繼續努力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 但這並不是等於 政府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 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是若無盜 不等於可用來處理若干應禁止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 只能避而不用 就這樣回覆了 大致上 另外還有一句 行政長官會聆聽探討和如何 讓香港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對特區憲制的要求 我們亦把來涵提出的事宜轉介保安局參與 不得意 為什麼要把那封信扔給保安局 這個是我個人的疑問 為什麼不用扔給保安局 保安局負責的 你記不記得 2003年的時候就是保安局局局長 當時他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是對的 沒問題的 有一件事要先說 其實我本來很想說 就是脅迫中央 想著意圖 協民意逼中央的人 你是浪費時間的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 迫中央那個 我直接說了 那位閃師傅 他說中央對於香港要負責任 我當時聽到他這樣說 我覺得很詫異 但是很多人都有讚他 分享他的片 這些莊閒不分 很明顯是莊閒不分 香港本身已經是一個特區 如果你是一個特區的市民 你會不會越過特區政府去迫中央做某些事呢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呢 這樣是不是對港府公平呢 沒錯 大家應該心裡有一把尺去量度這件事 我覺得 你說香港政府 向香港政府施壓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可以做些事情向香港政府施壓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要選擇時間去 什麼時候去 就是怎麼說 對香港政府施壓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幫 就是黃友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就是向政府施壓 是不是 還暴動了 是啊 是啊 那如果你現在去施壓 同一時間去施壓 就是夾死特區政府 是不是 就是 從一個技術角度去分析 就是我自己是很簡單的 想事情就 就是沒有那些人這麼複雜 又不是什麼大將軍 就是海鮮像那些 那些 並不符實那些 就是我不是 就要先講清楚 有沒有可能 你說要逼港府啊 逼林鄭啊 整個建制都是廢 那建制是廢的話 你是不是去選 我自己就 就是我們自己這裡 六個人呢 其實就認真說 每個人都沒有一個政治野心的 是 你說選香港議員啊 什麼差 其實我一點都不感興趣 是不是 就是 不關我的事 老實說 就是 馬來勁和 真必思議不是香港人 沒有香港的聯繫 可以這樣說 那 他們說是一個 說回一個海外華人的意見 就是 說話很多時候都是 根本就 不是 要說說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說要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的 嗯 嗯 我一向都是這樣 因為 你知道啦 我們這些沒有什麼文化人 就是講一下自己想的事情 是吧 沒有人叫我阿sir 沒有什麼野心啦 可以這樣說 是吧 就是你對香港 香港的政治沒有什麼野心 那還有 也都沒有政治利益的 就是我們說話的時候是沒有政治利益的 我們盡量說的話就是 以 不會損害大局為 就是這條底線的 就是有些事情呢 你可能做了 可能看起來很過癮 就是你是過足癮 但是你會輸 就是躁動的人很多時候都是你過足癮就輸的 那我們一直主張的都是悶悶的贏 是 你團結絕大多數的人 一起 就是令社會正常一點點 你說完全正常一點 我告訴你很難的了 現在 起碼都要用二三十年去做 因為別人是用了二三十年去破壞 你要解決 是 你起碼都要用四十至六十年去做正的事情 就是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這樣想的話 你根本上這個社會是沒有辦法做好的 有 當然 建制裏面有很多人賺著數的 這個我也承認的 尤其是我之前也批評過 梁振英先生 他說要做一個香港銀行 真正的香港銀行 其實我是極度反對的 因為 有中銀為什麼用中銀呢 是的 只要增大中國四大銀行 在香港的影響力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 就已經足夠了 就不需要自己做一個自己的銀行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他講 現在梁振英有一個事情 就是他拿了什麼星子銀行和匯豐銀行去比較 可以這樣比的 這個比喻不民 因為你香港其實不是一個獨立的 主權國家 是一個主權國家 新加坡是主權國家 講過很多次 是的 還有他講說要主權基金 那些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些根本 就是主權基金 他就是想在香港做一檔大馬石 他是有這樣的建議 但是我不認為這些建議是恰當的 以一個副國級的領導人身份提出來 就是我自己個人很粗淺的看法就是 國家有國家的安排 你香港是一個特區 沒錯是一個特區 配合 你配合國家的安排 做很多事情 有些基金可以做的 例如什麼打壓老基金 以香港來做交易地 什麼都好 但是你一定要 那個基金是要配合國內的發展 才有意思的 你自己搞一個主權基金 獨立出去 還是可能是 好像大馬石那麼大權 那麼厲害的 對國家沒有幫助 控制不了 是啊 是啊 不是一件好事 對香港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等於跟國家爭食 爭食 是啊 人家看到不好 是不是應該由國家的基金去做 對香港去配合 會不會好些些呢 就是我覺得 我也覺得是這樣 就是你起碼要以一國為廉 就是首先是一定要一國為先 就是這一點 沒錯 我們粗淺的看法而已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看這些東西敏感了一些 因為它說到是一個主權基金 其實也會有 黃友說 這個梁先生真的是港獨之苦 其實它是給了一些人的錯誤的幻想 其實那些黃友是經常都說那一套的 就是要香港有自己真正的HKB 香港要有主權基金 就是外匯基金賺得不夠多錢 如果外匯基金那些錢拿出來去做一個主權基金 香港人就富貴了 那些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那些 黃友先說的 黃友先說的 是啊 我猜不到為什麼梁振英又說多次 唉 我也覺得很奇怪 見到很失望 就是我不是想批評他 說真的 因為我批評他就是有人說 梁振英做民生事做得好 他的民生事做得好 我也猜 實事求是 我們這些 但是 究竟他有沒有以一國為廉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號 就是他所說的 就是他所說的 我都不想再批評他了 說回這個有三條 說回這個 其實我也覺得 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大家都覺得 一件事就是 有機會35加 是嗎 你再做議題 其實 我不敢說他們心是壞的 但是 是不是相當於跟他們猜獎 激獎 跳舞 他就是想你出來 有些議題 有些議題 你是擺明給子彈黃友的 有些議題 你是可以罪得多人過他的 還有給不到子彈他們 你要分哪一樣議題 做了會對整個社會有利 我可以跟大家說 23條不是一個可以 就是你做這個議題的話 你不會對整個社會有利的 為什麼呢 暫時來說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自己有很多網友 其實他們根本上 最重要就是要 拼經濟 反攬炒 對 還有齊抗疫 是這三樣的 這三樣的議題 做議題 那你連那幫黃友都沒有位置進來 最多說我要攬炒 但是你反攬炒 唯得這一點可能有些增壓 但是很多黃友都不想攬炒 事實上是 那你就可以爭取一些淺黃的友 回來 很多中間的黃友 其實他們可能就是 都是因為過去這麼多月 搞到沒有了份工 如果還去攬炒的話 他們連生計都成問題 這個很自然的 就算他是黃也好 一些現實問題 黃友他們都要面對的 對 找一個議題 不要給子彈別人 23條 這個 就很不幸 現在的黃友就經常拿 反23條這個說法 他給了那個理由 他們繼續上街 或者繼續示威 每個人都想回味回03那時候 03年就是因為23條 他想回味回 其實他們 今次他們那個操作 在逃犯修訂條例的操作 跟當年的23條是一樣的 不過他們加了尿 他們就是加了暴力成份進去 那你就搞到社會爛了 那大家現在你搞這樣 我不是 你去簽名那些沒問題 但是你要分清楚莊下 這個目標 我只是弄一封公開訊給港府 那港府回應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你不要跟別人說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這樣做 你跟別人說清楚 你是這樣做 你不要說我要逼中央做這個 逼中央做那個 中央幫我們手 一聽我就知道你亂說 是不是 怎麼幫啊中央 一國兩制 中央幫你都不是用這種手法來幫 是不是 就是不是開口開舌的嘛 也不是因為你們做完之後 中央會幫 中央會自己幫的 如果要幫手的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把這個社會搞到高度政治化 有什麼好處 沒有人找到吃的 如果搞到這個社會高度政治化 除了 你有一部分人 就是因為高度政治化 所以舔到油水 只是那些人才找到吃的 其實一般人就死的了 如果這個社會高度政治化 絕大部分人都是死的 如果高度政治化的話 香港現在一定要 盡量做一件事就是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做一些實在的事情 可以嗎 找一下吃吧 好嗎 說一些找吃的事情 好嗎 是啊 基本上這次特首辦的回覆 總括來說 我認為是說不 他寫得很遠轉 很有誠懇 有禮貌 其實跟我們說的差不多 應該做 但是現在還沒時候 就這麼簡單 審視託勢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剛剛看見那篇事情 基本上是跟他說 我們會做 不過現在做 你不要再挑起他的議題 其實就是塞住他的口 現在的法例都不用了 但是反而是想看看 到底這幫人肯定肯收手 不會 同盟出了 就只能夠為這個服務 你要看一下 你要看一下他 copy了給什麼人 就是這封信 公開信是copy了給屈永賢 就是屈永賢又會寫一些東西 罵一下政府 我預計他 未來這幾個月 隔一兩個星期 就寫一些東西去罵政府 這次才是這樣的 可能即刻 可能明天即刻 不是啊 我就說他 平常出一些文章來罵 他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其實自從六月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他總之就是寫一些 有高度欺騙性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 是欺騙他的讀者 是誤導人 但是這樣搞法就是要攬炒整個建制團隊 有些人想這樣的 因為這樣找到食 其實對某些人來講 做這些行為 是純粹為找到食 我覺得 我不是說全部人都是 有些人真的是為社會好的 他覺得這件事可以幫得到手 他是做的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純粹是用一個利辱分心的心態去做的話 那我覺得 你對整個社會都是不公道的 就是你只是為了你找食 整個社會要炒的 就是好像現在那些 其實跟黃憂沒有分別的 黃憂就是一樣是這樣 他就是要整個社會 陪他們 就是讓他們可以找到食 而整個社會是一起陪葬一起死的 就好像台灣這樣 就是他們要一將功成萬骨夫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你們一萬個人骨夫 養我們一個議員 那就差不多了 就是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無所謂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沒有必要 我覺得拉票 我覺得你不應該搞到人家 滿地骨夫 才可以拿到席位 我覺得無需要這樣犧牲 拉票 做一些實際的事就可以了 對 慶幸一件事就是幸運 結果炒不起來 炒不起來 炒不起來 就真的 文仔和工聯會 真的對著你笑 不是開玩笑 對吧 對著你笑 對著你哭 對著你哭 我講法 就是這樣 哈哈 這樣 好了 大家網友如果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們都很樂意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你姓留言 你姓留言 是啊 不要是又罵不是又罵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們這個台一講起23條 那些小孩不斷罵 我們說得很明錯 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你一定要配合政府 我們的論述從來都是 不是你去主導政府做什麼 而是你普通人去配合政府 我只是說這件事 這件事是有很多人都會接受得到的 而你們這樣說 要去逼中央做這件事 逼中央做那件事 不是那回事 有些人說我們沒有說過 喂 其實那一次直播是很多人聽到的 你寫一些留言說沒有說過 你都想清楚先 你是不是想我剪一些片出來 剪到一節一節出來說 你說過什麼呢 嗯 嗯 是嗎 嗯 嗯 那好吧 那些人真的荒謬 那些人真的 我講起都生氣了 Anyway 就是這樣 拜拜